可是既然他是一个被动型的 他还是要基金经理人 是 就看一下 是的 因为基金调整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细节要注意 而且每日生熟 所以我们要对投资组合 还有换仓都要 现金流量控制都要注意 好 我觉得慢慢聊 就大家对于ETF 是有基本的概念 可是对于Smart Beta 比方说智慧 就到底还有多聪明 我们可以讲一下 所以我们还是从那个 先从台股的状况 其实就是震荡 就一直在震荡 是 但是台股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是看全球市场的 其实我觉得台股 还是在基点上 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现 当然短期是波动 因为乌俄战争 其实如果哪一天突然和谈 其实风险也结束了 那其实过去的话 如果说在加息期间 历史来看 最近20年加息期间 台股也都是涨的 对 台股非常的猛 对 所以在这状况之下呢 就是解释一下 我们是觉得 其实最近的话 我就最近10年 是有一个大的 大的转型 就有两个部分 好 待会来讲 就我们那个 亮一会开始就对了 对 对 但是我们直播是开始的 好好好 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ETF啊 说实在的 现在ETF呢 已经成为我们投资朋友当中啊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了 可是ETF其实呢 爸爸就 你要知道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请到专家 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如果说你要存股的话 你应该选择哪一个类型的ETF 会比较适合你啊 我都建议大家先把你自己的投资逻辑 跟基金经理人讲的方向跟策略 跟你如果是一致的 那你就好好的去留意一下了 好 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富兰克林华美 台湾Smart ETF的你任经理人 李淑河 淑河你好 你好 韵芬姐好 好美啊 你看一下你自己的镜头上面 然后我刚刚有讲过 我们现在会开直播啊 那大家也可以听广播跟看直播 不过呢 这个很多人看直播说 看韵芬姐的 我的新玩具啦 因为我今天换了一个新的耳机啦 但如果看到我的新玩具之后呢 大家也要来聊一聊这个ETF 我们先请淑河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台股 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啊 因为你是今天经验嘛 你怎么看台股这个市场的 目前呢 我觉得短期是震荡的 因为乌尔战争还有通胀因素 但是其实如果拉开台湾的这个 三个基本面 很重要的基本面来看 我觉得是没问题 就是三驾马车 在电子的部分 其实电子 因为最近台湾的表现 其实非常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根据外资的统计的话 其实是2022年跟23年 其实整个营收来讲 指数index level 应该都有5到6%的成长 然后而且毛利率的话 在疫情 之前疫情供应链不顺 所以毛利率是拉上来的 那未来 今明两年都还是维持在高档 大概15到30% 所以对整个台股 电子股来讲 其实我觉得状况非常好 如果说在这个状况 在没有乌尔战争之下的话 它的指数index level 都是足迹往上的 指数level 那因为现在震荡 所以中间其实有很多机会 就多了一些加码的机会 所以电子方面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 是非常没问题的 电子这只脚 我觉得像今天 其实它又回到了主流的地位了 对对 然后再来的话 金融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过去两年 其实台湾的金融股表现 跟美台的平均利率走势 是一致的 那未来的话 美国如果持续升息的话 那台湾的金融 其实有就往上 没有问题 这个逻辑也非常简单 那另外的部分 传产 传产其实非常受惠于 就是通胀因素 通过膨胀 通胀因素 其实我觉得算 就是不好听一点 但是其实它是受惠的 所以其实不管从电子 金融跟传产来看 其实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三只脚看起来 是可以撑的 这台股持续的往上的 但说实在的 就类股当中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选择 那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我们趋势应该怎么看 比方说以科技来讲的话 我们到底要看电动车 还是看5G 还是看半导体 看IC设计 这又更难了 是我觉得这很难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就是说我们当初就是 就是其实我觉得 大家看台股 都希望至少拿个beta 就是说台湾家庭指数 我至少 我参与进去 我至少拿个指数 指数报酬 那如果可以找到 合适的基金经理 合适的基金 我们就会希望拿个alpha 要不然一般人 你要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beta 什么是alpha 对 就beta就是说我们通常说beta就是加选指数表现就是beta 那我们当然希望超越加选指数嘛 那我们有可能自己做 我们自己做超越加选指数 就是我们自己产生的alpha 或是说我们委托给基金经理做 那基金经理因为他过去的这个经验或是背景学经历 让他有这个超越加选指数部分我们叫alpha alpha就是说比较主动型的悬浮啦 对对对主动型的悬浮 但是我超越大盘的指数啊 对 大盘如果涨两成五 我至少要涨两千五 对不对 我自己操作 对不对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就自己操跟经营人都各有利弊 其实有一个利弊就在于 其实我觉得人性是很难 很 人性就是趋吉必修嘛 所以你看到碟是想卖 但其实看到碟 其实要逆人性才能赚钱 对啦对啦 对就是所以在这状况下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就是市场就有一个smart beta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排除人主动去判断 择时的这个一个方式 我们有一个回测 经过回测过后一个大数据 然后经过科学化的回测之后 说它是有效的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规则里面 然后我们就照着规则运行 其实结果都还是很不错 就是smart就是说可以比较聪明一点 对 潇洒一点 你不用自己选啊 对 然后但是要smart beta 那显然就是说我要照着这个指数走 然后还不能 有时候你照着指数走 有它低于大盘 这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smart beta它一定可以优于大盘吗 是因为其实它这个smart beta 其实是所有 其实大部分全球 法人机构它在用的方式 就算巴菲特索罗斯 他们其实都是用 所谓smart beta体系 就是说他们其实认为 影响股价不是只有一个因素 像台湾就很喜欢买高股息 用高股息的角度来选股票 但是其实大家从过去两年 报酬率证明说 其实你只选高股息 但它价差就没赚到 高股息过去两年 大概赚20到10% 就看你怎么选 当然就20到4% 高股息有个问题 就我配息给你 可是我如果股价波动过大呢 对 万一我价格下来了 我那个息也就没了啊 是 所以就是不一定赚价差嘛 所以价差本身也是我们要赚 但是价差不能用股息去选 这就不合适 所以我们就会去回测 就是利用各种数据 不管是财务数据或是说data 就是大数据 因为现在很流行说 我卫星跟走货车 观察出货量这种大数据 不管是财务数据还是大数据 来我们整体来看 找出一个有效的因子 那这是科学化的过程 把它找出来 这种科学化的过程 待会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啦 虽然它都是点到轻的啦 可是我们想要知道 它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选的 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这样有好像没有换到 换这个可以 对我觉得慢慢讲 慢慢讲 好的 不过我觉得你也可以提一下啦 因为你刚刚的板子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也就是说 对啊 大家对于电动车 我觉得也可以讲一下 不过因为 我们刚又讲到smart嘛 所以你就先讲 先讲这个简单的因子 就是有点难啊 我觉得 对因子有点难 但是就是 可是我就觉得你们也很辛苦 ETF 然后又要同中求益 对不对 对就是 就是我跟上指数那还不行 对 其实我们 我还要背指数好一点 我们希望就是科学的方法 因为其实一开始 我是想讲单因子 其实不是最好的选择方式 那不管是从市值或半导致 我觉得可以讲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们有单因因子 比方说我找全值的 对对对 权重最大的 市值因子 对对 就是说那个因子很多啦 比方说我要配息的 是 或我要低波动的 是 是 就是每一个都只有一个 对 可是有一好 就会没有另外一个好 对对对对 那你要怎么去找到 合适的 对合适的 就是在经过这个流程 对对对 再讲一下这个好的 好好好好 不然我觉得ETF太多了 就大家都以为 tf就是一个万临单 其实没有 因为现在大家要求益吗 ETF就像宁 tents要求益 那益 М 他们汪�ən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尤其是 有人很喜欢我的新玩具 让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漂亮 是 这是什么 不是 这我的耳机啊 然后因为我的耳机 其实之前是一个白色的 它断了 它工程生退了 然后我今天就 这也是我很喜欢 对我换了一个 我很喜欢白色的 然后现在换一个金色的 我觉得跟你的 那个色彩非常搭 真的吗 很搭很搭 我觉得工作要有一个乐趣啊 就是要 你很喜欢这个工作 然后你要喜欢它的 嗯 的一些配件 你就觉得很高兴 是 令人羡慕的工作 你待在机器 你待很久了 十几二十年 很年轻耶 看起来很年轻 没有没有快 我从业快二十年了 好吧 男女生都不显老的 哎呦 是 好 我们待会就慢慢的讲一些 基本的概念 好 好啊 哎不过 好待会讲 你自己是基金经理人 你同不同意把ETF的绩效 跟所有的 比方说 嗯 如果这个以台股为主的 那跟台股的基金一起比 你同意吗 我同意是因为 我觉得他透明了 我觉得就是不管输赢 大家是认赌服输 对 认赌服输概念 我觉得你的概念很好 对那如果你相信这个基金经理 对他有熟悉的认识 那也是赌他 那也没问题 就是这个就叫选股票选择的问题 我一喜欢你的谈话 对 没有就讲比较直一点 对啊 真的啊 有些人就说不行 但是这种选择 奶茶我倒一半 我还要分给费用喝 是 好欢迎回来李财 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 富兰克林华美 台湾Smart ETF的 你认经理人 李舒和 我刚才有问一下 你认就是说 未来成立以后 你就是基金经理人了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关键 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 停不下来 因为我个人也蛮好奇 就ETF其实很多啦 很多 那当然还有手续费的一个优势 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这档ETF 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啦 那我们刚才也讲过 就是说 市面上的ETF 其实有很多 比方说有些有全职的为主的 有这个股息为主的 还有就是以电动车为主的 那就各种都有 也有5G为主的都有啊 或者有一些名字听起来 很厉害 但你要去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啦 那为什么大家都要越来越集中化了 对为什么要在童中求益吗 要来拼一下吗 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过去20年 大家就是投资习惯的改变啦 因为是这样 过去我们对于资本市场不熟悉 因为有可能就是资讯传利的比较慢 所以大家透过得到资讯的方式 可能就透过理专 或者说我透过新闻 但现在互联网时代其实进入2010年智能手机以来 其实大家对于资讯的交换频率都增加了 那所以我们在自己在理财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发现说 其实自己有自己的投资思维 他也想要投资工具 让这个思维跟自己的投资思维是契合的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非常看好电动车 他就想说我今天要买一个电动车ETF 所以他是自己带看法买了这个工具 对那事实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可能就大家 大家觉得市值市值是有效 因为市值可能台积电权很大 他觉得市值有效 那就买市值 那是因为投资人自己有思维 那我们其实ETF的provider 他其实就是迎合这种思维 我提供一个工具 那其实投资逻辑还是在投资人自己身上 对我觉得到最后投资人 自己要当自己的基金经理人 就是这个我可能会 我喜欢参与全职的 对或者有一些我参与 这个单一的科技的 我觉得我喜欢参与 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你的Smart Beta的话 他有很多的一个量化的一个因子 说实在有点难 你可以把那个逻辑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说实在要Smart Beta 就是要超越大盘 是的 那有一些我跟你讲 有一些也没办法超越大盘 所以一定要Smart Beta 才会超越大盘的 Smart Beta概念 其实我刚才就提过 其实我们是利用法人的投资方式 希望带一个Total Return的Solution 给投资人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选股 刚才说过 其实大家喜欢股息 但是股息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投资结果 因为你可能损失了价差 或是没赚到价差 对对对 那所以呢 其实不考虑股息 不只考虑股息 你还要考虑这个全职 那我们在流程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 那个我们的这个说明版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在量化分析上面 看到它是有程序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投资的时候 脑袋一热就说 我今天就是要买这个题材 这个题材好 但是这个结果 如果说很幸运的话 就赚到三五点价差 那也有可能不幸运就跌 所以我们这个量化投资过程 就是说把 就是用机构法人 他们把这个投资决策分成五个部分 这样第一个部分 它是建立英子库 大家都知道就是 可能我们在挑股票的时候 我们觉得高股息是有效 有人觉得高股息有效 有人觉得市值英子有效 那其实我们这个英子库 就是把所有有效的 全部集合起来 成为一个英子库 英子库是你丢进去的 对 而且没有 过去的话 其实是自己丢进去 现在因为有大数据 而且有data mining 他们会去找一些 你会不知道的英子 就是这就是积极学习 就像智慧狗之类的 他们在做的事 那其实过去两年很重要 其实机构法人 他们有研究出来说 其实最近有个很重要 英子叫做货币英子 就是说因为你通胀了 对 你印钱了 所以你整个估值都抬高了 那其实就涨了 其实为什么 为什么印钱 那个股票就会涨 其实简单的 全球台积电也只有 假设三万张 台积电就 全球就只有三万张股票 那钱很多 要去买台积电 那物以稀为贵啊 所以股票就涨了 可能他跟PE来看的话 可能嫌贵 但是全世界就只有三万张 那你就 无论如何的话 他其实价格就会水涨船高 所以其实他就会 透过这个过程中 去挖掘你出 你不知道的英子 但一开始 我们会把它全部放在英子库 那英子库可能是有 异象式的 有可能数据挖掘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英子回撤 就第二阶段 这个第二阶段 那英子回撤 就是说我们希望找出 他有效的时间段 因为我们知道 不会所有的英子 一直 一直有效 对对 如果有那种 一直有赚钱的方法 大家都是有钱 对啊 对啊 对 所以在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要去挑 他们什么时段比较有用 那可能就像 刚才说的货币英子 他可能就在 这个经济开始转差的时候 他的货币英子反而有效 就是最近有反 因为大家经济变差 大家就觉得你要印钱了 所以股票反而涨了 嗯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 这个发掘 挖掘跟回撤的过程 哦 对 因为有些题材会印 有一些会out 对对 有进有出的 对对 就是因为其实 在海外的话 就会讲到英子 其实会轮动 他们是叫轮动 英子轮动 嗯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套用在 这个风险模型 什么叫风险模型 就是说 英子之间本身有相关性 就其实你以为是买了 营收英子 那然后我就加记了 EPS英子 嗯 那营收跟EPS 其实同一件事 所以你们两个家 就是说 把这个英子 同时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风险可能会放大 嗯 所以我们就会找出 哪些英子是相关 有相关性 哪些英子是低相关 那我现在刚才举个例子 货币英子 它其实是低相关 嗯 因为其实是经济转差了 我觉得政府要印钱了 那反而是涨了 所以它其实是低相关 这个英子就挺好的 嗯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 英子的权重配置 就是说 呃我们今天 就是英子出来 假如我觉得这个英子 就是货币英子很重要 但是要配多少权重 嗯 我们就会进入 这个配权重的环节 那就会看我们 整个投资组合的收益要求 假设我们认为 这个投资组合 是给一般投资人 他可能是要 10到12%的报酬 那我们就会把风险 英子稍微调降 那其他低波动的 这个股票增多 增多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认为 今天是一个 非常就是aggressive的 就非常积极的投资人 他预期的人30到50 那我就会适当的 把他这个 这个风险放大 那他就可以得到 相应的报酬 那最后就会组成 一个投资组合 好我们大概 有基本的概念了 不过说实在 我还蛮喜欢输核的 因为啊 我觉得全台湾 带我们两个速度 算是可以 可以来比赛的 但我们讲到 绩效的时候 我觉得要让大家 更清楚的 因为讲完这些英子 当然有点复杂 包括连我在内 可能都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 你的选股的逻辑啊 那接下来我们是 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总是要给我报酬嘛 你是不是可以 帮我挑这个报酬 这一张 让大家来看一看 那这边可能 就要讲慢一点 比方说我今天是一个 以加权股价指数的话 如果我没有加上 Smart这个Beta 这样子的一个因素的话 那到底我 我的报酬率是多少 就我如果没有加 那当然台湾喜欢 高这个全局的 高全职的 或者是找配息的 那你总要给我一些 数据吧 我觉得数据 能够说明一切啊 这边是不是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嗯 就是是这样子 我们台湾 你要讲慢一点 sorry sorry 就以前就是 看研究 看习惯了 对 我也是 我觉得 坦白讲 我觉得聪明的人 讲话都很快 因为为什么 因为已经到了脑袋当中了 对 你就很希望 把它 不咯咯咯咯咯咯咯 讲出来 不过因为我觉得 这个平均的报酬率 对我们来讲 是很重要的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要看到 它跟如果 没有加上 smart这个因素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亮师傅和喘口气 我们待会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 这个好像没有板子 只有这一张 好啊好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讲一下 这很可惜 我觉得这可以做个板子 因为台湾大概 我们只是举例 因为台湾投资人最喜欢 就是台湾50 跟台湾高股市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 是 嗯 你看快节奏脑袋 就跟着快速转 我讲话算快的啦 不会啊 我觉得 那个对 讲话 刚刚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么小 没有啦 我大概 对 昨天洪岚老师 也跟我讲 他也问我说 我一分钟讲多少字 我说我250个字 他说完全正确 可我不敢跟他讲说 我快的说 大概280个字 需要测一下 要不然都不知道 自己讲话多快 我觉得清楚就好了 嗯 清楚就好了 有些人是快到不清楚 不过有一些比较专业的 可能要比方说英子这种事情 我们也比较难 但可我可能知道啦 你很专业啊 没有 我们听众朋友很专业 是大家都很专业 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是很专业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资讯交换很快 其实我觉得高手都在民间了 对啦对啦对啦 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不 以前可能就是单一的资讯员 比方说我朋友说或李专说或谁说啦 那他们现在其实有网络上资讯可以 可以自己收集 对 而且我们节目的听众是很有水准的 对 因为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我的听众很棒啊 因为就我觉得赚钱很必要啦 是是赚钱很必要 然后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是是 然后我听众也会赚钱 然后也会捐钱 我们有公益需要捐钱的时候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感动耶 我来那个 我也是那个谢老师的那个 真的喔 对 真的喔 真的我今天要来上节目 就说我今天要上夏老师的节目 对 你很年轻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从业快二十年了 对 对啊 秀妍大牌讲话也很快啊 对啊 对秀妍也跟我一样是很快的 嗯 是 对大家都你看 大家都称赞你耶 节奏快很清楚 是吗 对对对 因为现在还是你认经理人啦 是 你认经理人 因为就是如果整到成立之后 就是经理人 是是是是 对因为 因为其实就是有法规问题 所以我们一出来就先讲你 人其实就是未来的经理经理 这样子 就因为还没有成立嘛 对对对 是 哇这样同时看多个评会不会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也不是你一个人 是大家都在听 你就想说现在现场有多少人在听 就好 有互动 有互动的 好我们现场的是富兰克林华美 台湾Smart的ETF的 你认经理人李淑和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给淑和很大的一个 鼓励啊 说你讲得很快 但是很清楚 还把大牌也拖下来 说大牌讲话也很快 我讲话也很快 不过说实在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就是量化因子来选股啊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对于一个受益人来讲 我今天如果买这样的基金或者是ETF 你就给我报酬率吧 所以我们就要举几个例子啊 就是举台湾很喜欢的台湾50 然后举那个台湾高股息 好不好 然后举台湾的加权指数 跟你的Smart的这些Smart Beta的英子这些指数来比起来 这个报酬率会做怎么样的一个差异呢 是的 其实现在是这样 就是台湾 因为我们富兰克林 其实有跟台湾加权指数 台湾指数公司合作 变了一个指数叫特选Smart多英子指数 哦有这个指数 对 这其实就是富兰克林的know how 把它移植在指数上 所以叫Smart Beta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这张比较小的图 但是我们有把过去的报酬率放在上面 其实统计过去13年 我们的不管是股息跟价格 报酬其实都远胜于加权 跟台湾50跟高股息 那可以看到就是股息再投资 我们就是过去13年达到291% 那对 其实高于台湾加权指数 大概将近60个percent 那稍微高于高股息大概30个percent 但如果价差 如果直接看价格报酬部分 就所谓我们指的价差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336% 其实是高于加权指数228个percent 那而且远高于台湾高股息指数 大概高了200个percent 其实就是整个年化下来就差距非常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多英子选股 还是一个比较适合长期投资 或是说我定期定额 或是退休组 一个长期资产增值的方式 对就是说 我觉得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都说要存股存股 可是你说实在你存单一个股 那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就像有很多人现在 比方说他开始 他开始才准备要存台积电 哇他压力就很大 比方说他买600块以下的 你说实在他现在还是很忐忑 我讲真的 因为我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都是要有一笔钱并不容易 可是他就说 所以存台积电压力好大 因为要看外资脸色 我就会建议他说 你是不是要去选一档基金 或选一档ETF 我觉得去做一个投资 那另外就是我们要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是主动型的基金 传统的一个ETF 跟你们的Smart 这个Beta的一个ETF 他还是有规则的 他还是这个照着指数来走的 你刚讲过 这个指数要照着走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个成长 那另外呢 说实在他还是有优势的 这优势当然就是 他的手续费 经理费是比较便宜的 对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其实我觉得主要优势 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减少人为的干预 因为其实我觉得基金经理 主动基金经理 为什么会成为基金经理 肯定是他过去的经验 是可以被创造报酬的 对那在这状况之下呢 但是人性总是趋即避凶 所以股票跌的时候 有倾向会砍仓 那而且其实就是 而且其实我们像我们是 假设如果是RAWBASE 就是规则导向的Smart ETF 他可能就平均砍 但是如果你放在主动基金经理 他可能就会砍他获利的 你就是在一个碟式中 你反而砍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因为人家对于 就是大部分的人对于亏很多 他是砍不下去 对所以他就是变成是说 其实你虽然他的经验是 经验是丰富的 然后可能经验也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你因为要应付生疏 因为经经人不是说 每天都有生疏吗 投资人想输的时候 但是你留下来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状况之下呢 其实你如果投资在一个RAWBASE 就是规则主导的 这个Smart ETF下面 他其实就可以避免这个状况 我就是大量的回测 大量的这个验算 大量的数据证明说 我们这个过去的因子 都是有效的之后 我们就把它规则化 放在这个产品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投资人既可以得到 这个一个科学化的结果 那又可以避免掉人为的干预 对因为如果说 今天主动型就是人为主 就是我经经人说的算 我自己的判断为主 那如果是传统型的ETF 说实在的 我也只能够照着 这个市场的规则来走 你也不用骂我 因为你点的就是这个套餐 你不用说 为什么我点这个没有鸡腿 你点的就是鱼的套餐 就是没有鸡腿 那Smart这个BETA的意思 就是说好 你今天有这个 你点的是鱼的套餐 可是我想办法 对让你能够吃到一点鸡肉 对 我也不能保证说有鸡腿 因为我要看看这些因子的一些变化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能不能吃到鸡肉 也是要照着规则来走的 对的对的 夏老师太专业了 我只是想办法把它说清 夏老师实在太厉害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产品的内容 对然后跟你的逻辑是不是 比方说我今天就是想要长期投资 那我当然希望他不要波动的大 对 然后又有超额的报酬 是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选择 比较那种主题型的 产业型的 说实在的 你就要做短一点 对对 因为流行过了 你可能就要退了这个流行 是是 所以长短的一个操作 大家要有基本的概念 对没错 哦 好好好 那另外就是 你怎么来看待 现在几个趋势 因为我说实在 你刚刚讲电子金融跟传产 电子现在大家很关心的 还是电动车 还是不管是元宇宙或者是5G的这些供应链 那你怎么来看 就是未来 你会把这些因子丢进去 然后你选股的一个方向 是不是也给我跟我们讲一下 OK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 这个产品还是一个Rural Base 那 你这个板子来给我们看一下 对 因为现在怎么 现在我们这个产品 其实基本上有Rural Base 但是我们的 有我们其实有三大因子 一个是品质 一个是动的 一个是价值 那讲这个有点太学术了 那其实简单来说 品质因子就挑好的公司 那什么叫好公司 就体质健全啊 成长千金好 选好的赛道 其实现在就很流行讲赛道嘛 就是说我选电动车 我是选了一个好的赛道 赛道 对 然后好的这个产业 我进去投资 那品质因子基本上 它所有的因子 都是用来服务于 选到好的股票 那像他会有说 我要高的这个营收成长率 那高的这个低的负债比 那基本上像电动车这类的 就会入到我们的池里面 就入到我们的Portfolio里面 然后另外的话 像之前这个最近 船产不是很热吗 油价大涨 那我们其实最新一季调整 也把三档的这个石化股 也都拿到我们前十大成分股 就包括台数化跟南亚 它其实也都进来 而且权重都是增加的 那其实因为 在没有爆发之前 其实它就在缓缓涨 但是其实我们因为那缓缓涨 市场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我们已经把它放到前十大 也增加了权重 那后面又碰到这个乌尔战争 其实更受惠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大概讨论一下 升息对台股的影响 可以吗 来得及了 有人讲 这样的投资逻辑最大的风险 这样的投资逻辑最大的风险 其实就是大盘 对不对 大盘如果跌 那就一定会跌 但是你能不能用时间去 你能不能用时间去跟它对抗了 就是我觉得 不管任何时候大盘跌 所有产品都会跌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有个调节机制 我们还是会做转换 因为我们的机制自然的会把我们的钱 挪到便宜的 便宜的股票上 但是系统性风险就真的没办法避免 对啦系统性风险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升息啊 其实升息也就是一个一个风险啊 对 升息会有一个混乱期 然后你有做一个那个升息台股的一个表现吗 我们大概把这个讲一讲 这个有吗 好像没有 所以你是女人 你什么时候财幕啊 3月29到31 对 就下周二到四 对 好 我发现那个会lag的对不对 对差一点点 对差一点点 现在都要 所以我们现在讲话也都播的出去吗 对啊 你现在才知道吗 我就一直在看 对对 是 所以升息的部分 我觉得回答一下问题最大的风险 还有人问说能不能报十年 其实指数型的是可以啦 指数型就是 只要一直QE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啦 可是现在没有QE了 QE不好说啊 对 因为我可能从 我从可能五年前就觉得没办法在QE 但是还是在QE啊 大家都觉得不能在QE 但是还是QE了 嗯 对 风险 对 嗯 哦 所以以前是超全球的 然后现在 是主动的 哦 超主动的 嗯 对对对对 哎那全球也是美国市场比较多吧 对对对对 商品也是啊 不过这个影子要看看就好吧 一根小拇指 哦不是啊 没有没有这个是对被动式的吗 对 嗯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富兰克林华美台湾Smart ETF的理认经理人李淑和来谈一谈有很多人问相关的问题我想大家可以打中广的客服专线我们的美少女0225005566了那有呃这个线上你在看直播的人他有问一些问题啊比方说风险啊我觉得风险到底是什么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我刚刚反而也想要问风险就是说那个生息我觉得生息当然对台股来说是什么的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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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的那是什么的那是什么的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伙许和跟大家讲你啊这党基金他的风险是什么然后你谈谈这个生息对台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嗯嗯嗯就不不免俗的其实我觉得我刚刚有提到就是目前两年两三年的话整个全球市场的风险最有效的因子还是在货币嗯所以理论上我觉得最大风险应该是说美联储没有再继续QE之后嗯嗯那可能就是资金回流会造成市场的波动嗯但是我觉得which集囧の方向下 台股的基本上也就是只能暂时退出了 那可能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产品或ETF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这是不免数的 那如果说是讲就是升息的部分 我觉得升息其实我们做个统计 就是在1904年跟15年 其实在这个美国升息期间 其实我们整个指数 台湾家庭指数其实都还是正报酬 1999年3.1 2004年大概13.2 2015年大概19.5%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个不错表现 然后其实讲一个比较宏观的看法 就是说其实法币政策到现在 虽然不可持续 但是它也是一个最好的solution 其实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替代 短期间替代美金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美国大概率 其实还是会持续升息 就算他不升息他也会退税 因为之前那个特朗普他减税部分 其实美国也涨了两年 大概1617年 所以在这状况下的话 其实还是财政会大幅发力 然后这个货币也会大幅发力 那就会造成整个经济会比较好 就是还是有个好的可以期盼的部分 对虽然说通膨来势汹汹 然后升息大家都说联准会没有鹰派 只有更鹰派了 可是说实在的也是确定 就美国股市应该还不错 经济应该还可以啊 不然他哪敢这样一直升啊 所以他如果经过一个混乱期之后 会不会在中长期还是比较偏多头的 我只能说就是 所以我才一开始就说 我觉得台股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全球产业 台股 因为台积电的他这个制程 其实你可能在10奈米以下 占全球市占率65 那目前的话 其实全球还是要靠台积电 去各地设厂 才能缓解这个新变化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刚才说就是全球10年 未来10年两个长线 就是你能源要转型 你要互联网化 就是所谓的元宇宙 其实元宇宙就是 线下的社群搬到线上 多人多集同时上线 所以他对速度跟设备要求非常大 那我刚才说能源转型的部分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电动车 因为其实现在人的生活都很方便 只差车的部分自动驾驶 他这个还没有被填满 所以这个一定是未来厂商 必须发力的地方 那在这状况之下的话 其实台湾在那个 电子元气线产业链 其实也一直很重要 其实海湾很多地方 都是台湾人去设的嘛 那所以在这状况下的话 我觉得长线来讲 台湾其实还是一个 非常多的发展机会 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发展机会 所以在这状况下的话 我觉得中企 如果不管是战争的震荡 货币的震荡 其实我觉得台股 还是offer phone其他市场 那另外就是 有人真的很挺你们 这能抱着投资十年吗 就是我比较负责任说 我觉得两年没问题 两三年就是靠在那个 我们就button up的这个营收预测 就由由下而上的 这个对个股的盈利预期 我们觉得是两三年台股 绝对是没问题的 对啦 因为说实在的 我觉得要能够看到 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然后说实在的市场也是 都在波动啦 都在波动当中 然后你当然要边看边走 我觉得投资绝对是长期的 多空里都要投资 我讲真的 你不能说 我现在空头了 我就休息吧 你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是底部 然后你可以慢慢 然后只是配置的会不同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那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一档当中 有一些的成分股 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刚刚你有提到 台积电联发科 其实是有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电动车的概念股 其实也是有的 那另外你刚刚也讲了 也加入了一些什么台硕 对不对 这是今年 对这个加入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成分 跟那个持股的成分 跟那个产业别 也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的话 我们这档这个 就是ETF的部分 大概产业别投资在 这个资金科技中是最大的 大概占66% 那其实是金融股大概7到8 那第三大类就是原物料股 大概也是7到8左右 那其实这些配置相较于 家庭指数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配置 因为家庭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台积电就占三成 那其他的不管是下面的 不管是富邦金联发科 鸿海之类的 大概都是1到2%的权重 但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其实前十大持股上 我们就有比较 多配了联发科 多配了鸿海 多配了富邦金 多配了这个中华电 其实我们在相对于 家庭指数来看 其实我们对于这些 好的优质股 就我刚才说三驾马车的部分 其实都配的比家庭高 其实也是一个因子 它去调整后的结果 就是如果说 它只是跟着指数走的时候 它的配置是这样 可是因为您加了 这个β的因子 所以有一些它会调高的 对对对 就因为因子分数它调高了 那现在看到产业的一个 比重的话 其实资讯科技类 还是比较高的 对因为台积电就占了29% 我们这个ETF 它持股上限是三成 单支个股三成 三成不能超过三成 然后另外我看到的是 那个大型股 对大型股的比重 其实还是比较高 对 那大型股的话 当然就是在涨的时候 它是很稳健的 那至少如果碰到一些 空袭警报的时候 它还能够撑得住的 是是是 就是应该是说 我们这个产品 还是强调是 Smart Beta 所以它有Beta在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全部投小型股 就有可能就是进入价值陷阱 就是说它看起来很便宜 价值陷阱 对它看起来很便宜 但其实它继续便宜 它就没有动 它就没有动 所以在这状况之下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倾向于 不要跟指数偏离太多 所以我们成分股其实跟指数 类似在权重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大型股配下来的话 大概是八成 那中小型股的话 其实我们去前几年配到就是航海 航海就是航运股的部分 其实中小型股 还是贡献了一定的报酬 对对对 因为有人在粉丝团上面问问题 如果对于他们ETF的细节的话 可能你要打中广的电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 回答大家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在产业上 在ETF的配置上面 会跟大家来讲得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啦 因为ETF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你一定要知道 这位经理人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你少了这一块 你赶快把这一块补起来 而且你还要知道 你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想要存股的话 我觉得它是蛮适合的 那如果你说你是比较稳健型的 或者是你是比较退休人士的 我觉得是OK的 这没问题 因为你的血压会太高 对所以可以这样的投资 是对定期定额不管是退休 因为它是稳定啦 因为你买个波动很大 你可能有时候要用钱的时候 它跌了 那就 那你熟不熟呢 那就那就只能熟 那就有点亏嘛 所以其实能稳定向上是最好的 对稳定向上啦 所以到现在你说 一万七 好这道理高还是不高 其实都不知道 说实在的 因为高低点都是你事后回头再去看 你才会知道那是高点还是低点 可是投资你要持续的去进行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找一些稳健型的 然后投资的一个比重 就看你自己现有的一个标的 再去做一个增加啦 好这就是我们富兰克林华美台湾 Smart ETF的理认经验人 这个李淑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希望大家对于这个投资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他们的内涵 然后今天也更学到了Smart Beta对我们的重要性 对不对 会比指数的报酬率还要再好一些 好非常谢谢书和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的直播也在这边告个段落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夏老师 谢谢 其实你们还是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